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航母也在附近警戒 必要时可以直接驰援台湾 法国总统马克宏结束访中行程后 宣称欧洲不卷入台海议题 言论一出引发国际炮轰 2024总统大选 赖清德启动陆战布局 侯友宜面对提问 没有对九二共识直接表态 全民蒲发6000元现金 ATM提领今天开跑 各家银行祭出加码丢会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 中共喊出为期三天的环台军演已经在今天结束 针对共军行进 国防部全程密切监控 并表示海军机动反舰飞弹车已经进入战术位置 而且以雄风飞弹待命追苗 飞弹快艇紧急出港 演练战术运用以及接战程序 沉着冷静应处 以步声高冲突为原则 5月 国军还将扩大在红色沙滩进行战备体检 中共环台军演第三天在外海境协议实弹射击训练 我方持续监控 国防部海巡署更接连公布多支影片 展现我勤监真能力 本会海巡署将持续应用雷达线上部署之巡航舰艇 维持二对一模式严密监控共舰动态 你现在已经严重破坏地域 扯平 稳定 8号下午 中共太原舰和我国海军海巡署对峙的画面曝光 由海军敌化舰担任第一层护卫 海巡艇在第二层护卫 近距离监控 并适时广播警告 阻却共舰侵入我国24里限制水域 中共长期一直希望把台湾海峡变成所谓的内海 这不仅违反事实 也违反国际相关的规范 因为中国的胁迫 我们看到一面是压迫跟窒息 但是也另外一面 因为中国这样的推力 反而让台湾跟世界各国主流的国家增加了很多合作 因中共持续武力威胁 国军五月将扩大在共军可能对台两栖登陆的七到八处红色沙滩 实施试灯与战备攻防检验 这也是国军罕见针对可登陆沙滩实施全面性 大规模战备体检 中华民国总统会见美国众议长之后 中共八日起发动三天对台军演 同一天美军巡逻机飞入中共军演的区域进行监视 而日本政府表示密切关注中共军演 欧盟光切中共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越过台海中线 强调不该片面或以武力改变现状 美方表示有信心及能力确保区域和平稳定 美非日澳四国明天11日起将在菲律宾北部靠台湾一侧 举行大规模肩并肩军事演习 被解读吓阻中共 中共八日起发动所谓环台岛战备警循 联合力舰三天军事演习 美军发布照片日前结束美日韩三方军演的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六日在台湾北方的东海操演 八日在台湾东方的菲律宾海域操演 并表示经常和盟国及合作伙伴互动和行动 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美方五日重申对台湾承诺 多艘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附近 八日美军P-8A海神式巡逻机 从台湾南方的巴士海峡背入台湾西南空域 进入中共军演区域 专家研判在搜集共军演习相关军事参数 去年8月中共围台军演 美军P-8A也曾经背入 美国国务院和AIT表示 密切关注北京行动 美方有信心及拥有足够能力 确保区域和平稳定 履行对于国家安全的承诺 欧洲联盟执委会9日表示 关于共军在台海和台湾周边的 越演越烈的军事活动 包括入行台湾防空识别区 以及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表达关切 强调不应该片面或以武力改变现状 呼吁保持克制 4月11日到28日 美国菲律宾兼并兼兼兼年度联合军演 规模历年最大 美军就出动1万2千人 澳洲、日本也派员参加 此外美军第四舰队正扩大 无人舰和无人机的训练计划 美国新闻网站防务1号4号报导 这有助于美军未来在印太地区 应对中共的灰色地带骚扰行动 也包括防卫台湾免于中共攻击 目前还有很大的学习空间 新唐人亚太电视 持千里张东旭台湾报导 中共结束三天环台军演 传出外媒和台湾媒体 多使用台湾提供的画面 让中共是相当不满 要求与北京关系好的台媒 使用中共官媒央视等提供的画面 对此陆委会表示 无法证实是否受到中共指示 但的确有台媒整篇转载中共的官方影片 并指出中共企图强化台湾社会内部不安的效果 达到政治目的 但这样的涂抹 劫不会得逞 国军陆海空部队持续进行战备任务 监控中共动态 国防部也强调 台湾上空的声音 就是我们捍卫自由民主 反对专制威权的声音 而在屏东恒春 军方部署了反舰飞弹车 不仅许多军事迷到场 就连国外媒体也都前往采访 关注台海情势 恒春半岛上 紧临台湾西南海域的位置 可以看到四部反舰飞弹车 不仅雷达系统都已经升起 附近也有国军弟兄巡逻戒备 中共对台军演 国军则持续战备任务不敢松懈 长18公尺 宽2.5公尺 高3.4公尺的飞弹车 其中两辆装载了雄俄亚音速飞弹 另外两辆则有雄3超音速飞弹 这也让民众感受到紧张气氛 难得一件的飞弹车就部署在恒春半岛上 局势迷把握机会要亲眼目睹 就连国外的媒体也都闻风而来 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 日本国内对于近期的中共军演相当关心 而国军积极部署加强戒备 秉持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端 但也要展现出保家卫国不容侵犯的决心 中共喊出连续三天环台军演 受到国际媒体高度关注 包括澳洲、法国媒体都亲自到台湾进行采访 释出挺台言论 法国媒体指出 所有年龄层的台湾人都渴望摆脱中共的威胁 同时表示自由是最重要的 中共喊出连续三天环台军演 受到国际媒体高度关注 包括加拿大、印度等国媒体都请来专家 针对台海局势进行分析 澳洲和英国媒体更派出记者 在台湾进行实地采访 中国军育势天动率说 中国国家军说 It's drills are sending A clear and powerful message To people here in Taiwan Never to seek Independence And to move further a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ut despite The fighter jets Bombers And warships That really aren't that far off Taiwan's coast People here seem remarkably relaxed They won't dare attack us They're not That powerful Nah I haven't watched the news Chinese planes flying back and forth 4th, we're so used to it, I don't think about it. Are we worried? Nah, I don't think China has the capability to attack us. Trying it won't bring any benefits to them. I don't think it's likely China will invade in future. If we're united here, they won't attack. If the whole world is united with us, they won't attack. 虽然在歷史上发展可能有一些关系, 但也不是说,诶,台湾就是中国的这样子。 法国媒体采访了各年龄层的台湾民众, 报道指出,所有年龄层的台湾人都渴望摆脱中共的威胁, 同时也重申,自由是最重要的。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可新张其林综合报道。 共军发动三天环台军演, 同一时间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接连表态, 支持美国出兵来保卫台湾, 并且警告说,中共正试图影响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 希望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下就能控制台湾。 中共军方从8日起宣称对台湾发动三天的环台军演, 与此同时,去年4月曾经率团访问台湾的 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兰姆, 昨日接受福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支持美国动用武力来保卫台湾。 格兰姆说,他愿意为台湾而战的原因, 是因为台湾是民主政体, 美国几十年来都支持着台湾。 事实上, 格兰姆不是近期唯一一个表态支持出兵的美国议员, 上周才刚造访台湾的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迈考尔, 在访台期间也同样有相同的论述。 另外, 麦卡尔在台湾期间还接受了美国NBC的专访, 而在访谈中特别对台湾方面示警, 因为中共正在试图介入明年的总统大选。 新唐亚台电视曾义豪、李毅宏综合报道。 就在中共对台军演之际, 加拿大众议院十位跨党派议员今天上午抵达台湾, 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 将关注国防、外交和安全议题。 加拿大办事处公布访团消息, 并强调加拿大和台湾有许多共同点, 也都理解国际规则的重要性。 此次访问将有助于加强双边关系。 访团今天傍晚拜会立法院长尤锡坤, 加拿大访团团长、 众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马凯表示, 希望能跟台湾学习对抗中共干预的经验。 加拿大一定跟台湾团结站在一起, 访团明天要到访外交部, 本周也将觐见蔡总统, 并和国安机构交流, 会面商界代表。 中共8日起发动三天的对台军演, 共军山东号航空母舰首度参加军演。 舰载机侵扰台湾东南空域, 台湾军方用飞弹追踪瞄准。 学者分析, 美军航母打击群就在附近, 南北两侧的多国军演也形成了防卫线。 此外, 今天美军一艘驱逐舰自由航行, 穿越了中共在南海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 台湾西北部新竹空军基地, 中华民国空军各式战机起降, 因应中共的围台军演, 共机密集逾越台湾海峡中线, 共军山东号航空母舰, 首度在西太平洋被发现, 沿练从东部对台湾进行模拟攻击。 日本防卫省发布, 山东舰6日在冲绳南方, 7号到9号, 在冲绳县贡固岛以南, 约230到430公里附近海域航行, 舰载战机起降约80次, 直升机起降约40次, 日本战机紧急起飞应应, 海上自卫队也做情报搜集, 预警监视。 学者林颖又解读, 共军企图验证海空兵力能否多点齐发, 从多面海域攻击台湾, 企图在不使用飞弹下封锁台湾, 阻挡美军救援, 威胁台湾战力在东部的保存。 台湾未来国造潜舰水下武力的发展, 将是能否和外军夹击共军的关键。 苏子民质疑, 在实战情况, 共军能否突破公古海峡, 巴士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 美日台飞等国家的把关牵制, 形成岛链飞弹防卫网。 美军航空母舰, 有经常在台湾东方的菲律宾海操演, 日本在西南多个岛屿陆续部署部队, 和地对海地对空飞弹设置机场。 菲律宾也在近期提供四个基地给美军使用。 新唐人亚太电视, 直前李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宏结束访中行程后, 接受欧洲媒体访问时表示, 欧洲要避免因为台湾议题被卷入美中冲突。 对此,欧洲议员鲍瑞汉批评, 马克宏对中共和台湾的立场, 让他失去了成为欧洲领导人的任何主张。 美国参议员卢比欧也批评, 如果马克宏代表欧洲的立场, 不在中共和台湾议题上选边站, 那美国或许也应该把乌克兰问题 留给欧洲自己解决。 法国总统马克宏结束访中行程后, 接受欧洲政治新闻网Politico和法国回声报, 访问时表示, 欧洲人面临的问题在于, 加速台湾危机对我们有利吗? 没有。 更糟的是, 欧洲人自认应该在这个议题上成为追随者, 根据美国的节奏和中方过度反应做调整。 马克宏还告诉记者, 欧洲人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 我们又怎么能可靠地在台湾议题上说, 小心, 若你乱来, 我们会出面。 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鲍瑞翰狠批, 马克宏仿中结果比预期的更糟。 以他对中共和台湾的立场, 马克宏丧失了成为欧洲领袖的任何主张。 这场货也烧到了大西洋对岸, 美国购合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发布影片质疑, 马克宏是否代表欧洲, 如果是的话, 那有些事情必须要改变了。 我们现在在乌克兰在乌克兰, 我们花了很多我们的贡献金的钱, 在一个欧洲的战争。 我支持了这个, 因为我认为是在国内的关系, 是为了与我们的友谊, 但是如果我们的友谊的位置, 如果马克宏都在英国的位置, 而现在他们的位置是, 对于马克宏在中国的行径, 推特出现一个新的动词, Macroning, 一直刻意增加对中国依赖, 同时就天真与提高欧盟战略自主的需求, 向欧洲伙伴说教。 新大街市张其林综合报道。 产业焦点来关心, 下周四登场的台积电法说会, 法人也相当关注台积电在德国的设厂计划。 外媒报道有供应链透露, 近期陆续接获台积电要求提供设备、 耗材与产物设施等出货到德国的初步报价内容。 业界研判, 这意味着台积电德国设厂计划 应该已经接近成熟阶段, 对此台积电表示还在评估中尚未定案。 再来关注, 四月份第二周即将登场的美国企业超级财报季, 将由指标金融业巨头公布数据。 不过, 矽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爆雷事件, 市场疑虑并未消除。 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十月第二周登场的美股超级财报周, 将由指标金融巨头, 富国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银行13号率先起跑, 18号高盛美国银行以及纽约梅隆银行, 19号摩根士丹利和美国合众银行纷纷揭露财报。 不过, 矽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爆雷事件, 市场疑虑并未消除, 外界将进一步审视美国金融业存款规模资产流动和坏账准备新数据。 财报表现是不是好, 我想我们在等待它发布的时候看市场的反应。 我们都是监理机关, 我们都会注意国际整个金融形势的发展, 密切注意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联者会去年快速升息, 债券价格崩跌, 导致的副作用主件冲击金融业获利。 外界投行已经释出看坏信号, 被观看待美国企业上级获利表现, 彭博资讯统计, 4月底前将有超过5成的标普500企业将公布财报。 Factset最新统计市场分析师预期, 标普500企业首季获利将比去年统期下滑6.8%, 可能创下2020年第二季以来的最大减幅。 高盛日前预期, 美国企业上季获利将出现疫情以来最大的下滑幅度, 多数产业萎缩将超过2%, 只有能源、工业和非必须消费品三大行业有望成长。 去年的上市贵公司的营收是5.09兆, 应该是历年来的次高, 而且大概有51%的上市公司跟60%的上贵公司的获利, 去年都比前年要高, 所以表示台股的整个的, 尤其去年这一年的获利基本面还是还不错的。 美国科技业财报州也将陆续揭晓, 特斯拉20号率先公布, 此外德伊Alphabet、微软、Meta、高通、 苹果、英特尔、亚马逊等科技巨部一一登场, 企业库存、调整和获利下修情况成为指标, 也跟台厂营运及其相关。 新打机师胡宗汉沈为童, 台湾代表采访报道。 台湾全民普发6000元现金, ATM今天正式开跑了, 截至傍晚6点, ATM领线6000元人数已经超过84万人。 ATM领线6000元, 周一正式开跑, 只要ATM机台账贴这张服务识别贴纸, 就能插卡领取。 全台有2.6万台ATM机台都能使用。 民众放入提款卡之后, 再输入身份证以及健保卡卡号, 就能立刻领取现金6000元。 今天开放ATM嘛, 所以就想说今天一大早就来领领看。 操作的话其实都还蛮顺的耶, 那就大概一分钟以内就可以全部都做完。 插卡卡很简单输入健保卡号就可以领到。 领热钱还蛮方便的, 而且大概一分钟就结束了。 普发现金6000元从凌晨开放ATM领线, 截至上午10点, ATM领线人数已经破26万人。 银行业者表示已经做好妥善准备。 机台的操作界面当中, 新增了提领现金的专属按钮的部分。 ATM的纯超的监控水位跟监控机制的部分, 都比照农历春节提领现金的高峰时期, 做了妥善准备。 各大银行业者也纷纷推出优惠活动, 像是中国新托银行送出超商门市指定人气商品, 买一送一优惠券, 还有加码价值6000元优惠大礼包。 台新银行加码可以抽点数最高6000点, 也送出超商指定饮品, 买一送一优惠券。 华南银行也有抽奖活动, 有机会抽中iPhone14, 配合政府普发6000元, 各大银行业者再度掀起优惠加码风潮。 新台电视王冠林张元亭, 台湾台北报道。 今年至今为止, 美股的市值上涨了约2.36兆美元, 其中有20只股票占了整体涨幅的九成, 包括晶片制造商辉达, Facebook母公司Meta, 以及客户关系管理平台Salesforce等等, 其中辉达以83%的涨幅夺冠。 半导体设备大厂艾斯摩尔, 去年针对2奈米晶圆光学量测设备, 向台湾经济部申请研发补助案。 经济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实质审查, 最快5月拍板定案, 审查如果通过的话, 政府补助的比例会低于5成。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宣布, 计划在上海建造新的超级工厂, 专门生产Magpak电池。 与此同时, 苹果等其他公司则计划将部分生产线移出中国, 考虑增加在印度、越南工厂的产量。 菲律宾的通膨率已经连续两个月降低, 3月的数据降到7.6%。 菲律宾央行总裁米达拉表示, 如果4月的通膨率跟前两个月一样低的话, 可能考虑在5月占领升起。 新台人亚电视,这里报导。 接着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2024总统大选, 戴京德启动陆战布局, 侯友宜面对提问, 没有对九二共序直接表态。 瑞典顶尖大学宣布, 停止招收中共公费留学生。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马上回来。 Living with self-confidence, Perr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RO-1 天下让您安枕无忧 Now you can interact with your friends With your good voice Anywhere Anytime With the noise reduction technology So quiet It's never been easier to listen Extend your hearing Expand your life Get your good voice now 欢迎回来 来关心台湾各政党 加速2024总统大选布局 民进党确定将在本周三的中职会 提名党主席赖清德选2024总统 周六也将同步启动度战 国民党则将透过征召 确认由谁出马 务声最高的人选 新北市长侯友宜传出 最近也对两岸政策提出三低原则 新北市长侯友宜 周一出席新北巴黎下谷子渝港的 二祈福动码头启用典礼 受访时媒体关注 被点名2024总统热门人选的侯友宜 并未直接表态支持九二共识 两岸政见与党内有没有共识 守护中华民国的民族 自由主权 捍卫人民的安全 是国人共同的心愿 面对未来国家的发展 我们要凝聚最大的共识力 以最强大的力量 让我们中华民国 能够和平 繁荣 永续地走下去 此外媒体追问 国民党征召总统参选人前 除了拼民调 也会看谁能整合非律阵营 对此侯友宜认为 不分你我同心同力 国家才能在面对困境时凝聚力量 正当国民党内还没确定 由谁出马选总统 对手民进党已经确定 将在12号的中职会 正式提名党主席赖清德 参选2024总统 近期赖清德也频频出席地方大小活动 周一回到台南出席教会开幕 回来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 我都会用仆人的心情 谦卑地服务仆人 让我们国家能够越来越好 让年轻人可以看见希望 壮临人可以实现梦想 老年人可以得到幸福 弱势者可以得到照顾 赖清德加快脚步勤迫基层 而支持者们成立的信赖台湾之友会 将在15号成立台南分会 吹响陆战号角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 黄雁玲综合报导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访问美国 台湾时间星期日上午来到第一站纽约 适逢周末在当地的餐厅 与台湾赴美留学与工作的年轻人 进行近距离座谈 柯文哲带着黄珊珊来到纽约 第一个行程除了看棒球 就是到当地的餐厅 与年轻人面对面互动 搭谈她对台湾政治的想法 台湾其实我们有很多问题 是说我们政府在制造人为的不公平 台湾的电是世界上 导数最便宜的地方 第二名还是第三名 请问台湾是能源丰富的国家吗 不是 那为什么台湾的电这么便宜 三星洞 所以表示什么 政府在补贴台电 如果电很便宜 请问谁获利 是一般老百姓获利还是用电大户获利 用电大户获利 所以这很奇怪 政府在补贴有钱人 2000年以后 台湾再也没有长期期划 希望台湾因为由我们变得更好 不是因为由你变得更差 科文哲二十天的访美行程 会先待在纽约五天 与乔界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大学学生互动 4月13日再前往波士顿 参访当地的医疗中心与哈佛大学 接着4月16号 将会拜会华府智库与政府机关 新唐人雅的电视 2024除了总统大选 还有立委选举 今天台北市长蒋万安 视察捷运红线东延段工程 被媒体问到 介入协调台北市议员徐巧新 与立法委员费洪泰的党内立委初选 情况如何呢 协调状况是否比做捷运工程更难呢 蒋万安并没有正面回应 反而是陪同视察的徐巧新表示 协调比捷运简单多了 但是呢对于年轻时代的参政 一定是会相当的支持跟肯定 蒋万安没有正面回应问题 只表示这是史上最难的捷运工程 不仅比一般车站开挖大两倍 向下挖十层楼深 又行进台北边陲四瘦山三角 地质条件复杂 让工程顺利完成去努力目标 中国企业近年来不断违法挖脚 台湾高科技人才遭到台湾检调扫荡 中国杭州杰华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已聘用台湾籍男子陈世锦 在新北市永和区设立台湾公司办事处 再聘用台湾员工替中国杰华特 从事电源管理IC测试验证 业务行销以及客户服务 新北地检署今天 已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起诉陈南 中国大陆三月以来 多家国营企业高官陆续落马 中共当局近日有宣称 将对全国30家中管企业的官员 展开常规巡查 外界议论 中共先此新议论对内的政治侵袭 据中共基监委通报 今年三月以来 包括原中国银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连葛在内 中国大陆有多家国企的高官被查 当局近日宣称 将对包括中国和工业集团在内的 三十家中管企业官员 展开常规巡查 有学者指出 中共是以反腐名义 进行新一轮的政治清洗 旅要历史学者李源华分析 中共的所谓反腐 是要达到多重政治目的 中国现在经济状况非常不好 那么反腐呢 可以收回一些资金 毕竟这些贪官贪腐钱非常大 它都能堵住一部分钱来 而且好像虽然独官不贪 现在的党还在抓反腐 这样还可以捞取一些民心 这是他一举多得的一个做法 李源华认为 中共的所谓反腐 不会取得实际效果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 宋书源周日表示 大陆国营企业亏损严重 中共所谓反腐 只是为了保他的政权 他的经济太危机了 即便是他自己的人 但是这么亏损 对他的统治绝对没有好 要反腐也好 或以什么形式 这实际目的 还是在为了巩固他的政权 中共一切都围绕政治 他搞来搞去 他不管搞经济 搞反腐 他一切一切 他都围绕巩固他的地位 新唐人电视 周凤华 张丹霞 刘芳采访报道 4月9号起 中国15省区市 再度遭遇沙尘暴袭 北京紧急叫停 露天集会和室外体育活动 市民哀叹 风好大 全是土 中共气象局指出 今年春季北方地区 沙尘过程次数 比近十年同期偏多 中共当局为外国留学生 提供高额奖学金的丑闻 近日再次被舆论聚焦 网上影片热传 一名从墨西哥到中国的留学生 放弃去美国求学 选择中国的主要原因 是中共当局给出的 超国民待遇非常诱人 影片一出引发大陆网民乐意 不满被当冤大头 有网民发文质疑 这哪里是读书 是供了个祖宗吧 每个月可领取零花钱5000元 相当于很多城市打工人 一个月的工资了 中国物流科技公司 NALAMOO 在三月底正式向港交所 递交上市申请 4月7日 因为多种突出问题 在遭中共官方约谈 今年NALAMOO 已经两度被约谈 相关争议不断 中国大陆出现商店观潮 受中共清零防疫政策影响 香港富豪李嘉诚 旗下的跨国药庄集团 居城市 2022年 关闭了343家中国门市 数量首度出现负城罩 几乎每天关闭一家门店 业绩创下近9年来最差 员工在网上吐槽 收入大幅缩水 西唐人雅的电视 整理报道 瑞典顶尖大学之一 位于斯德哥尔摩的 卡洛林斯卡医学院 以及其他三所著名的大学 最新决定 停止招收中共公费留学生 瑞典媒体先前报道揭露 瑞典数间大学发现 有超过30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 透过中共当局的奖学金 来瑞典前被迫签署 宣誓效忠中共 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要求绝对不能参与违反当局的意愿的活动 就连学生家属也被迫签下合约 要求当学生的担保人 也不许离开中国 形同将学生及家长都变为中共的人质 接着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泽伦司机在复活节喊话 强调必须确保邪恶失败 更详细的内容马上回来 夹制具的先锋 沉浸科技 专业AI智能化夹制具 四大系统全方位整合 高精度 高耐久 高品质 重复定位精度2μm 累积超过80项专利认证 通过ISO9001品质验证 精准夹持 所有你想要的 有了沉浸 一切搞定 台湾之光 沉浸科技 到家了吗 到家 累就要休息 在台北混不下去 回家啊 什么跳出在台北 混不下去就回家啊 你每次都不信任我 算了 我昨天寄东西上去 你有收到吗 小时候 放学前的年 你都会吵着要吃这家的豆干 妈 我下个礼拜没班 回家一趟 如何为全家人 挑选好的营养食品呢 选择出乳国际企业就对了 无糖配方 不含植物油粉 奶精 食品化合物 采用APS集团纯净乳源 通过多项验证 丰富免疫球蛋白 营养均衡 低脂肪 灵胆固醇 是健康活力的最佳补计 出乳国际企业 就像家人一样挨着你 无惧气候变化 我在酷寒的雪地上 急速奔驰 在炎热的沙漠中 我仍然全速前进 超强抗拉力 超高克重力 这就是我 随密必大 就是我的信念 传输带给世界能量 自动化器械 由此带动 大象工业 力量之王 MISS NTD 首届新唐人 全球华人 选美大赛 欢迎回来 先看到一组 国际新闻重点短讯 案件文雄金会务 央行新行长直田河南 中国前首富 李和军被抓后 汉能核心公司 将破产清算 美议员盖拉格点名 苹果迪士尼 是美中脱钩核心 乌克兰 30多名儿童获救 与父母团聚 日本陆上自卫队 一架黑鹰直升机 上周在冲神县 宫古岛附近 失事坠海 机上10人 全都撒落不明 根据路上自卫队的 最新消息 9日上午在附近海岸 发现一顶头盔漂浮 附有无线电通讯麦克风 和隔音耳机 经编号确认 为失事人员所属 内阁官方长官 松野博一表示 将继续尽最大努力 寻找机组人员 24時間体制での捜索を実施しており 具体的には自衛隊の航空機や艦艇による捜索 海上保安庁の航空機巡視船による捜索とともに 体制を上京した自衛隊の陸上部隊による海岸船の捜索も実施しています このような中 昨日には洋上で登場していた 隊員のヘルメットが発見されたものの 行方不明の隊員10名を見つけ出すにはいたっていません このほか昨日は燃料タンクらしきものも発見され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政府としては引き続き 捜索に全力を尽くしてまいる所存です 而失事直人机 在有的陸上自衛隊第8师团10人 包括上任仅8天的团长 版本雄一 在他3月底的就職仪式上 受訪曾被問及 台湾有事对日本产生的影响时 版本雄一曾毅然表示 如果发生入侵 将在岛上部署軍隊 阻止侵略行為 就在中共对台军演之际 日本和中共高次官员 中央在東京举行会台 相应对东海争议海域的海事问题 在会談前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 日本一直在追踪 并以极大兴趣 关注中共在台湾周遭举行军演 北韓近期因抗议南韓与美国联合军演 频频发射各式飞带 南韓军方指出 与北韓定期进行的专用军方通话线路 无人回应 到10日已经连续4天无人接听 目前亲上认为北韩单方聚接了可能性 并是状况检讨因应妨碍 一个中国犯罪集团在南韩首尔的 补习家教区域 拿餐有甲基安非他命的饮料 毁装食聪明药 让身权压力下的南韩高中生服用 之后再以威胁告发染毒的方式 向家长勒索多达数百万台币 受害者已经多达近10人 甚至可能有上百人受害 韩国西方目前锁定两名策划子案的主贤 位于中国 法国第二大城马赛 移动四层楼公寓建筑 周日发生严重爆炸事故后等他 搜救人员在瓦利贝中发现两具遗体 并努力寻找其他受害者 目前至少6人像都不明 法国总统马克宏发推对灾民表达慰问 新航亚海电视整理报道 再来看到中华民国的南美洲唯一友邦 巴拉圭传出今年4月总统大选后 可能与台湾邦交声辩 对此外交部长次于大雷 辛齐在立法院表示 外交部密切注意情势 他也坦言中共明显在拉拢各方候选人 今年2月 总统蔡英文以军里欢迎巴拉圭总统阿布多 不料美国官员透露 巴拉圭月底大选 一旦变天恐让台八有邦的关系顺变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我可以跟委员讲就是说 中国大陆也很明显的 也在拉拢各方的候选人 所以我才 所以这是一个事实 巴国在野党候选人艾利格利 日前在脸书贴出民调 趁以38.1%的支持度 领先对手2% 并在竞选网站表示 巴拉圭不能将情感置于政治利益之上 将以国家利益决定外交政策走向 甚至早在1月时 他就曾表态 如果顺选 不排除与台湾断交 敢与中共建交 他也提过就说 巴拉圭跟台湾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他认为他当选的话 他会跟台湾进一步来谈 如何深化两国的关系 因为他认为台湾可以给巴拉圭更多的贡献 你们跟这位候选人接触过吗 有接触过 我认识这位先生 而执政党红党的候选人 潘尼亚则强调 如果胜选 巴拉圭与台湾60多年来的邦交 将不受影响 现任巴拉圭总统阿布多也表示过 与台湾断交将是历史性的错误 他不相信选举结果会影响台湾双变关系 他也指出 虽然疫情严峻 台湾经贸成长仍高达700% 在电动车食品加工 牛猪肉出口都有合作关系 新唐人亚太电视 黄亮剑真用如台湾台北报道 这个周末是西方的复活节 当天清晨 俄罗斯空袭乌克兰 扎波罗热市的移动住宅 造成两人死亡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复活节晚间谈话说 这就是恐怖主义国家 纪念节日的方式 强调我们必须确保 邪恶会失败 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 到前线视察时 则说巴赫姆特的局势 仍然复杂 但在控制之中 俄军已经转而采取 所谓的叙利亚焦土战术 乌克兰周日 建筑东正教柳融节 总统泽伦斯基 则与过战线月的 乌克兰穆斯林军人 一同享用开斋费 他说正会成为年年实行 传达尊重的新传统 杰伦斯基还谈到了 9日早些时候 乌克兰加波罗热发生的 袭击事件 这次袭击导致一对夫妇 和他们11岁的女儿葬生 俄国的侵略 又毁了一个乌克兰家庭 另外 联合国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 在5日举行选举 俄国分别在 妇女地位委员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以及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等三个辖下机构 竞选失利 失去理事国地位 国际声量明显不如往昔 联合国经济理事会 直属机构众多 哥理事会任期均为4年 由选举产生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琳达在5月的投票后表示 经济理事会成员国 发出明确信号 即任何国家 若公然违反联合国宪征 皆不应在重要的 联合国机构中担任职务 新唐亚太电视 国际新闻组张俊明编译 接着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在冷链技术的助攻下 业者成功拿下日本递单 第一批凤梨果泥 庄柜消防日本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哎呦 你看到吗 这样我真的疼 你怎么看起来都没有事 来啦 用德行天下 活动者的支撑力 德行天下 如公健康协定 深耕台东建设30年 施工扎实 设计多元 施工建设 陪您看见对家居的价值 担心长者独自在家吗 TTDC云端独居老人照护系统 不在家也能了解 长者活动情况 紧急状况时 第一时间救援 多一层保护 多一层安心 云端独居老人照护系统 用最好的 守护最爱的 台湾 为神守护之地 以先天的美好环境为根基 疯导的食杰食材做媒介 台湾人用真心发酵 研发守护人体基底的酵素饮品 台湾酵素村 献给您天然营养的真实健康 完整补充日常生活能量 在神守护的台湾 做您最坚实的健康后盾 台湾酵素村 MISS NTD 绽放千年之美 欢迎回来 日前传出有女大学生 自行入境缅甸仰光 乍七园区 引起社会哗然 内政部长林又昌 今天受访时表示 政府非常痛恨诈骗 在行政院长陈建仁的指示下 由政务委员罗炳成 居中协调 指示经管会 NCC 法务部 内政部等机关 严议推动 打炸行动纲领1.5 在严议推动 打炸纲领的1.5 所以我们会特别针对 这个投资面 投资的一个打炸 还有包括求职的一个打炸 来更有针对性 强度更强 范围也会更广 同时我们会提高行动 还有包括科技打炸的一个部分 来强化打炸的一个量能量 林又昌表示 过去大家可能会认为 诈骗行为是比较轻的罪行 政府未来会全面提高相关的罪行 不管主谋还是协同犯罪 甚至包括账户的提供者 都有可能受到重罚 台南市上个月邀请业者参加日本东京的食品展 行销成果显著 拥有冷链技术的业者成功拿下日本订单 第一批8.5公吨的凤梨果泥等产品 装柜销往日本 预计将在日本高端超市上市 8.5公吨 凤梨果泥等产品 装柜销往日本 这是台南市3月邀请业者 前进东京食品展后 第一批外销订单 这是举行起柜记者会 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 都出席见证 2020年到2022年 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以及大陆对台湾一些相关贸易的一些关系 所以产生一些产品的滞销 利用北公司的冷冻技术 我们以两年的时间 研发出最新形态的水果冷冻制品 这是我们公司业务的一小步 却是我们响应中央与地方政府 推动多元通路 分散市场行动的一大步 根据了解业者主攻日本高端市场 以凤梨果泥每公斤在日本市场零售 可近1500日币 这次外销包括凤梨果泥 凤梨果丁等产品 以加工品形式成功销往日本超市 食品工厂烘焙业市场 约估今年底出货300公吨 其中凤梨泥和凤梨丁 将持续出口约6到7个货柜 其实两栋在10分钟以来加东西 中心温度可以复到负18栋 抵到日本的肥肥 马上帮我们拼担 他们制作结果非常良好 所以说这次的拼担 拿到非常多 可以说拿到整年一年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 参加日本东京食品展的行销效果 逐渐展现 第一季启用日本指示开始 接下来陆续还有八季的订单 日方也准备在日本高速公路 最大的休息站上架台南农特产品 新台电视使劲望张元廷 台湾台南采访报道 关心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的消息 4月8日 神韵环球艺术团在纽约市林肯中心的 第三场演出 作物学习 主流盛在神韵演员技艺高超 复兴传统文化的使命 引发共鸣 观众非常赞同神韵复兴传统文化的使命 I think it's a great mission I was touched by you know one of the event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intervening and persecuting persecuting people so for me that was iopening because I was not aware of that well about that persecution taking place in communist China but also some of the tradition of different regions I thought tha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the Tibet one in particular I think that's a very important mission we shouldn't lose such culture yeah absolutely it's beautiful to see Chinese culture it's beautiful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traditions and the history and so it's it's nice to feel like you're learning something when you come here 除了亮丽的舞蹈 动态天幕 中西合璧的神韵音乐 和女高音的歌声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I really enjoyed it I think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e 3D background with the artist was really really good and I like the fact that the they explain like what what's happening and so you have those different scenes like it's almost like theater and they they explain you know the outcome of each of each act I'll in very very good voice yes indeed I had to take it in a little bit but it seems spiritual for sure it was beautiful and I love that there was text to follow and I love that there is the hosts speak in Mandarin as well as in English so it gives everyone a nice bit of a nice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you know get to hear more Mandarin because it's important 观众表示 会大力推荐神韵 well I would definitely recommend it everybody has to see that for once in their life yeah but the culture the detail you know the story and about life yeah I would say it's beautiful and it's it's a diverse show it's not a standard show that you would come to so I would highly recommend it 先唐人电视台记者 李鑫送商画 纽约林肯中心报道 接下来带您关心 4月11日的天气预报 i know you you know you you know you heat which is 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雨萍 再会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